香港電堂級導演杜其鋒先生擔任柏林影展的評審 期間他接受訪問時用廣東話很坦白地說 我覺得電影永遠站在前線 每當極權擴張人民失去自由的時候 電影通常都是首當其衝 在很多地方都是這樣 一定想中斷你的文化 他還有一部解釋 他就說 因為電影能夠將理念直接傳達給群眾的媒介 同時亦都能夠為群眾發聲 所以極權政府通常都會先對付電影 最後他特別有少少哭著說 全世界所有爭取自由的國家和人民一定要支持電影 因為電影是為你們而發聲的 可以肯定這些是賭Sir的心裡話 在今時今日這樣的環境尤其是十分難得 據稱有些在中國大陸的微信和微博 在他發言之後 甚至封殺整個柏林影展有關的新聞 這些大國的胸襟、情懷、風範 亦都可見一般 亦都很明顯是對號入座 本身 甚麼人才是極權 甚麼國家才是Qualify做極權 其實全世界都心裡有數 杜其鋒先生是一位有心人 對後輩非常友善 在我離開香港之前 亦都曾經專門見過面 他是香港演藝界當中 少數勇於公開自己真正立場的重量級人物 但他的政權又不敢直接施壓 讓他做護旗手 這份功力很多人都很難領略 他是真正熱愛香港電影 熱愛舊香港、熱愛香港的核心價值 近年是不斷默默地培訓新人 維繫了很多年輕人的夢想和生計 亦都要證明就算不刻意歸邊 在香港都依然可以走自己創作的路 好奇峰導演的《黑社會》和《黑社會》 以和為貴 英文的片名是《Election選舉》 屬於他十幾年前 已經對今時今日的《新香港》 作出的《神預言》 很多朋友當時未必看得明白 現在自然也審定神會 但他監製的《樹大招風》 才是我近年其中一部最喜歡的電影 雖然他私底下透露 自己已經是放小手等年輕的導演處理 甚至說如果是他自己拍就不是這樣拍 亦都分享了他覺得 那幾位主角的心路歷程應該是怎樣 從這三個賊王的故事 聯提到香港主權移交的悲劇和改變 整個社會結構的變化 這份功力是非同凡響的 所以當大家廣傳賭Sir的金句的時候 亦都想和大家重溫一下 《樹大招風》這一部電影 如何前瞻了平衡時空 《新香港》的未來 《樹大招風》是杜奇峰由賴海監製 三位新進導演執導的 人得當年金馬獎的最佳原創劇本和最佳剪接 亦都牽動了不少香港人的情懷 《電影二》二十世紀末期 《舊香港三大賊王》的真實經歷做藍本 理論上他們是賊王 這個所謂業界做到最尖端 亦都是一般人眼中大奸大惡的人 和一般香港人 即是好人的生活應該是毫無交接的 但是不少觀眾看完這齣戲之後 都是對主權移交的前夕 處在中英之間 處在黑白道漩渦之間的細度人心 反而感到似曾相識 還可以借股奉金 這些就是高明 當一般人都可以代入賊王的心路歷程 其實又反映了些什麼呢? 是不是香港本身自古以來作為白手套 作為黑白交界和鹹淡水交界的一個中界點 其實從來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香港人好人壞人 有心人沒有心人 是不是其實大家都是立體的呢? 《樹大招峰》裏面那三個賊王 都是各有來歷 現在自然都是成為了家傳戶曉的人物 其中林家棟飾演的貴政雄 即是以貴炳雄做原型 在電影中被巡邏的警員查證的時候 他就開槍襲警 他也是以重軍火打劫交行 這些全部都是現實 任賢齊飾演的就是以葉繼歡 這個大賊做原型的 叫做葉國歡 曾經他是令人聞風喪膽的 一個黑社會頭目 後來被香港通緝 之後北上 電影就說他從此 從事電器的走私 陳小春飾演的卓子 即是著名的綁匪 有卓號大富豪之稱的張子強 他以綁架香港頂級富豪李澤巨 葛炳雄成名 最後在中國大陸被捕槍拳 他們的事跡既然是家傳戶曉 為什麼又可以和大家 一般大眾在香港主權現在前後的生活 構成一些聯想呢? 在電影中 張子強想聯合另外那兩個賊王 在主權而交前夕 做一宗驚天的大案 可能是綁架出席這個儀式的江澤民 甚至是英雷王的代表 即是查理斯王子 但在現實社會 其實只有張子強和葉繼歡 這兩個人是有交集 根據公開的資訊 他們是沒有和這個桂炳雄合作犯案的 但這些背景其實都只不過是大時代的 電影真正的主子 就是說這三個賊王 雖然都是大賊界別的業界喬楚 但是在香港主權而交前夕 面對這個時代的巨變 都已經難以適應 有了一些身份認同的危機 也不知道以前自己的技能 在新的時代還能不能夠應用 而舊的社會 就算你做賊都好 都是有潛規則的 道亦有道 但是面對新的時代 禮不惡壞 一切規則都好像推倒從來 黑道也好 白道也好 其實又如何適應呢 如果我們將香港 傳統社會的精英階層 醫生、律師、政客、會計師、法官等等 取代了大賊這個行業 其實任何行業 黑白道都有潛規則 這些改變就非常清晰了 而這一種面對改變的無奈 在任賢齊所飾演的葉繼歡 就是最能夠展現得淋漓盡致 葉繼歡在香港的黑道 戚冊風雲 做案之後 他可以單方面提高佣金 請他做案的人都要就範 這些就是所謂的 marketing power 也可以設定遊戲規則 但是諷刺的是 當他打算重量 想去大陸漂白 做生意、做正當生意 北上 跟著從事這個家電買賣 其實就是走私 開始就要跟中國大陸各級的官員打交道 跟著就發現自己是香港黑道的專長 其實也就是香港舊社會 傳統精英各行各業的專長 居然是完全沒有辦法適用的 無論是靠武力、財力、人脈 又或者是他們以前的黑道潛規則 去到中國大陸都已經是水土不服 跟當地的官員、貪官汙利也好 一般大陸的同行、賊也好 都是鬥不過他們的 那怎麼辦呢? 在主權如交前夕 中國大陸是比較開放 但是同時間也是非常貪腐、百倍重生 既然有新的社會出現 就有了新的潛規則 當時很多香港商人是北上的 他們要打開局面 無一例外都是要疏通各級的官員 而貴為賊王 其實也就是說在業界已經是最成功的 香港人的業界歡 也不例外 也要疏通各級的官員 面對一些貪腐的大陸官員的時候 業界歡 他放棄了自己的支槍 他最擅長的支槍 他選擇是卑躬屈塞 靠花瓶去行賄 而用花瓶行賄這件事 其實是真人真事 很多的學術文章其實都有探討過 要用這些行賄的方式去做正當生意 還要卑躬屈塞 今次厚幣沒有了尊嚴 對這一幕深有共鳴的千千萬萬 又怎麽只葉繼歡一個人呢 2019年 林鄭月娥所領導的政府要推這個逃犯條例 為何這麼多香港商界覺得是有問題 就是大家都會知道 任何香港商人只要北上過 有沒有做過這些事情 心知肚明 會不會被人翻舊帳 亦都非常之可能 那既然整個國程是這樣 潛規則是這樣 可不可以不做呢 那如果做得來被人抽後算帳又怎麽算呢 其實葉繼歡面對的困局 亦都是無數香港商人 面對著大時代轉變 不可以不北上 但是又心又不甘 對很多前規則不認同 但是又要就範 又心努力情所在 另一個電影主角 在香港擦王張子強的經歷 就觸及更加敏感的內容 就是正面地講述 香港富商在中港政治的角色 他的真人真事經歷 綁架里澤巨郭炳商已經是非常之震撼 但是電影所暗示的 反而是更加震撼 在電影中 張子強一個人走去和香港的頂級富豪 談屬金的問題 頂級富豪就是李嘉誠 那個故事其實在坊間都是耳熟能長 他開價就是要20億屬金 這是一個天價的數字 而最後就還價 還了一個有意頭的價錢 最後張子強在中國大陸落網 也不能夠引渡香港受審 那跟他所綁架過的權貴背景 當然是有關係 那為什麼根據香港的法例 其實他是有權去引渡香港受審 但是又無法引渡呢 那也是要看回香港富豪 在整個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 作出了多麼巨大的貢獻 英國是祖國 日本是家鄉 那香港是什麼呢 在前國安法之下的香港 香港人均遊逸人數世界排第一 離散到英國北美的香港人 其中一項最不適應的 或者就是回鄉下的時間 和金錢成本身家 既然每次回鄉下都會變得難能可貴 在海外的香港人出發回鄉下之前 更加需要一本深度講解 家鄉的文化歷史書籍 看完之後再和大家一起出發吧 這個星期陪伴大家回鄉下的推介書有 排第一位的是 《京都千年之都的歷史》 第二位是 《日本的滋味》 《異國勞工食品》 《國民料理》 《全球文化符碼》 《一部日本戰後拉面史》 第三位是 《促解日本文化論》 《25本命著》 《解讀日本人的自我認同》 第四位 《博物日本》 《本草學與江戶日本的自然觀》 第五位 《封關西》 《探索日本文化心臟地帶》 第六位 《日本澳地紀行》 《從東京到東北北海道》 《十九世紀的日本原鄉探索》之旅 第七位 《日本超和時代老照片》 《鐵道生活風景帖》 以上的註冊 都可以在我們的 1841架宣網內訂購 之前有一集我們說過 蘇聯末代領袖 戈爾巴喬夫提過 蘇聯另外崩潰就是沒有香港 如果有香港這樣的白手套 它一步一步搞改革開放 同時間又衝擊不到自己的制度 可能蘇聯到今天都是存在 香港商人對整個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 就是做了這種貢獻 引入大量的資金 外資 不會顛覆中國本身金融經濟的穩定 同時間又可以帶來無限的機遇 外國的技術 和外匯 這種角色 在中國未富起來的時候 自然是不可多得 當時中國大陸對香港人的嘴唸 也都是完全不同 無數香港有民主派傾向的人 可能早上去完一些集會 又或者是參加完六四晚會 第二天過了羅湖橋去深圳做生意 沒有人會查你Facebook說過什麼 沒有人會查你香港的言論 大家 business就是business 這個以前的大陸潛規則就是這樣 當香港富豪在改革開放過程中 作為東西方的橋樑 也都將所有和世界接軌的商業運作 帶回到中國大陸 但是慢慢這些規則 就變成了有中國特色的潛規則 就開始變質了 張子強以為綁架香港的富商 是他樹大招風 其實他真正的死罪 並不是樹大招風 而是他不懂得香港富商 在中國層面當時的價值 於是他整個行為 在破壞某一種集團的潛規則 超越了任何一家一性的利益 於是就成為了當時的制度的敵人 但是今時今日 香港人的利用價值完 他們需要香港 但是不需要香港人 有一個全新的規則又再出現 張子強的悲劇 是不是更加多人 在另一個層面又可以領略呢? 就好像在主權餘交之前 很多希望去中國大陸分一杯羹的香港商人 其實他們不知道中國整體的大國柴怎樣 相信這些宣傳 以為裡面就很容易賺錢 不自覺地觸碰到很多的不區、禁區、雷區 諷刺的是中國這種柔性憲法的國家 這是好聽的說法 國家政策經常都是改變的 到了主權移交之後二十年 全面崛起、富起來了 新興的中國大陸富豪資產 動一些就說幾百億 香港富商的利用價值就急劇下降 另一套《潛規則》就開始出現了 不便的只不過是張子強這一類的個體戶 香港很多人都是白手興家 還是想 始終是看不到上面的景色 於是無論如何努力都好 始終都會得到悲劇收場 還有一個主角桂炳雄 他的生活正正是縮影了 當時中港關係 一代省港奇兵的經歷 桂炳雄的做案風格 依然是依靠中國大陸那些落爛的武警 或者落爛的軍人 其實這些在中國大陸就不能夠提 但是當時在主權移交前後 香港為何這麼多AK47呢 自然就是有客員、有貨員 這些落爛武警、軍人 帶同這些大火力的武器 來到英屬香港犯案 希望通過手裏面懸殊的武力 令到對手 即是港英的警察 投鼠忌器 但是我們說回結構性問題 Political Science 政治學 為何會有省港奇兵的出現呢 自然也是和當時的大歷史有關 在80至90年代 當時中港社會的經濟差距 依然是非常顯著 中國大陸的資訊 又開始自由流通 很多不滿意生活待遇的大陸軍人 武警 寧願挺而走險去犯案 誤入歧途 本來這些都是人性的表現 情理之中的 上一次中國大陸的軍隊大規模 對外作戰 整天吹得很大 但其實都已經要追溯到 70年代文革之後的 所謂情越戰 這場戰 對外宣稱中國獲勝 跟著主動撤退 其實是打得非常之一般 死傷枕值的 面對長期和美軍作戰的越軍 是完全賤不到便宜 即是憑人海戰術 才略為有戰績 對軍隊內部士氣的打擊 其實是非常之大 於是這些散港騎兵 有了動機 他們都需要香港的所謂本土專才去引進 我們都要拉遠一點 如果不是做賊這一行 無論哪一行來到香港 都是要一些本土的帶路人 他們才可以到香港去做案 做生意 帶茶飯 做交易 金融界也是 很多中國大陸的金融財進 要想在香港賺錢 都是要首先 找一個香港的代理人 慢慢才可以奪射著囚 溝潛 那這班散港騎兵來到香港之後 怎樣跟香港本土人互動 怎樣跟香港精英交往 誰是主 誰是婦 誰是妝 誰是妝 就涉及了持續到今天的中港矛盾問題 慢慢處客逆勢 本來是妝 就變成妝 這些正正是歷史的現實 這些題材一直都是港產片的主流 黑幫電影、警匪片 經常都有刊匪 拿著AK47 在街頭和警方搏火 這些其實都是主權移交之前 真實香港情況的還原 但是觸及再更加深層次的時代背景 為什麼他們要來多少錢一把槍 為什麼他們在大陸的軍隊 單位賺不到這個錢 香港哪些人大陸 整個集團有什麼人 哪些人知情 其實非常之敏感 令到大家都有很多思考的空間 正如 哪些人帶中國的Ibankers來香港 究竟他們來了之後做過什麼 怎樣修改規則 現在怎樣去做Compliance 怎樣在中環改變以前 對每一個業界的規範 這些真人真事 全部都可以跟 樹大昭峰這三大賊王 當時的經歷去相認證 當我們看回香港主權移交之前的歷史 反映的正正是一個時代的終結 一個時代的開始 中間有一個含糊的狀態 劣幣驅逐糧 新的秩序取代緊舊的秩序 但又未能取代 港英政府撤退在職 見到種種的現象 他們不想解決問題 亦都解決不了這些問題 只能夠維持著表面的穩定 一方面安撫著這些傳統的精英 又派居英權給他們 另一方面就跟中國大陸的政權鬥而不破 總之要體面離開 至於之後怎樣就不關他們的事了 但他們對背後的脈絡 英國人對當時中國 開始做的種種結構性的部署 其實是一清二楚的 中國政府接手複雜的後殖民地 短期之內也是只能夠追求表面的安定繁榮 但是從來都沒有放棄要結構性 摧毀香港的舊生態 推倒從來這些所謂的奪舍 在港區國安法出現之後 大家亦都是一難無遺 所以在1984年中央聯合聲明簽訂 去到2003年0371大遊行中間的20年 可以說是香港歷史上最獨特的歲月 一方面很多東西風雨欲來 很多正常情況之下不會出現的盛世 亂世都是這二十年出現了 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代人生目中的黃金歲月 基於處處 見過人最差的那一面遠去了 中國大陸管治的問題暫時未到來 雖然主權已經移交了 但是現在我們看到那種白色恐怖 以及整個中國式管治出現的話 2003年還未出現 那這一方面 香港人當時覺得這樣的歲月正好 都不錯 但是有遠見的香港人一早就知道 其實這一種不是常態 只不過是暴風雨前夕 最後的安定、最後的繁榮 這些其實是一種假象 何況物極必反 過了這一段階段之後 種種以前想起的問題都會出現 三大賊王當時面對的困局 Eventually整個業界都要面對 接著他們除了選擇適應新規範 離開這個地方或者轉行 又或者挑戰到底 而最後可能要坐終身監禁或者被槍斃 基本上就沒有其他的選擇 做賊是這樣的下場 做正行、做精英、做傳統社會尊重的人 在這樣的時代 除了這三個下場 其實又可以選擇什麼呢? 難怪樹大招峰表面上說的是三個賊王 反而令到千千萬萬 香港各行各業的王都會心生共鳴 杜琦鋒監製的一套電影 足以成為香港的經典 而太多名的朋友一定會爭而是致 講回他在柏林影展的講話 其實最難得的是 杜Sir雖然是哭著這樣說 但以我們認識的他 依然是有一種樂觀的精神 心底裏都會相信 正義最終會勝利的 在影展這個訪問期間 他在說出我覺得香港 接著他就已經說不下去了 立即改用英文說 No, Sorry 其實他不需要說任何說話 大家都已經guess到他想說些什麼 相信我們都會衷心希望 香港能夠有一個 相信大家都會衷心希望 香港能夠有一個最戲劇性 好像他電影那些的結局 也都希望杜Sir能夠繼續守護香港的有心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